网络交友千万要记得保护自己 台中市长卢秀燕除了拍摄反诈影片 还把肖像授权给警方做成了早安图 第一排文字书问后 但仔细看还教人要严防假的检警 或者接电话要冷静查证等等 除了市长跟大家道声早 还有他台中第一分局分局长钟成志 他也有专属的LINE贴图 名称我的长官来报道 除了问后民众吃饭买 也提醒大家注意资安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令人防不胜防 要靠民众自我加强防诈技巧 市府的反诈突击队 创作者是他 被警察耽误的漫画家 在一分局侦察队服务的牛奶方和警探 他独家手绘设计图 利用社群媒体这一个沟通工具 还有网路无远佛界的特点 时时提醒民众别上当 我们把右大诈骗手法 结合我们的那个反诈骗的标语 然后融合我们的市长和分局长的头像 让整个画面更为生动 从每天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 随时按个贴图 除了跟朋友交流 也互相提醒要保持最高警觉 让反诈有利可图 远离诈骗陷阱 民事新闻徐民康 陈建华 台中报道